台中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蘇柯仁 好會叫 有沒有 超會叫的 接下來是我們的 朱又婷 台中的朋友們大家好 你們等很久喔 他說沒關係 只要你們到了都好 來 Duncan 台中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有力喔 我們在拋我 感覺有在唱家的感覺喔 接下來 林立菲 台中的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覺得我們台中的朋友很會叫 對啊 超會叫的 超會叫的 接下來最後一位朋友們 要叫得很大聲 人家放煙火也是放得很辛苦喔 來 我們來歡迎的是羅平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羅平 這齣戲跟過去你的戲落好像不大一樣 我在戲邊飾演的是白忠祐 就是一個 小劍人 小劍貨 對 我是一個小劍貨 這樣子好怪喔 有一個男生說 我是一個小劍貨 落腳 落腳 然後呢 花心的男生 所以在裡頭被叫做渣男對不對 就是專門 他這一輩子可能生出來就是來欺負你一毛 但他感覺上被欺負的還滿開心的 您看他的笑容 有嗎 你有被欺負了很開心嗎 開心嗎 開心嗎 還滿開心的 還滿開心的 那到底 到底 康人是小劍人還是 你又只是小劍人 到底是誰犯劍 到底是誰犯劍 可是其實這一次我覺得 當然兩個搭配得非常得好 一個是小劍人 一個是就是 一個是被虐待得很開心 被虐狂 被虐狂 聊聊裡頭 你這個角色 好像代表了滿多三十歲左右的女孩子 想嫁的那種感覺對不對 對 我在戲裡面飾演的是 一個非常想結婚 年紀超過三十歲 但非常想結婚 但是卻找不到真愛的一個女生 對 他一直相信 自然而然的愛情才是真愛 所以他在第一集就 自然而然的遇上了白忠祐 沒想到 殊不知那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 對 你根本就是被射擊 一切都是他說好的 都是你說好的 對 而且剛才現場就說 我們就說 請問誰是渣男 他們就說是 吳康仁 我就說 你們說吳康仁是渣男 我是白忠祐是渣男 大家已經加入渣男互助會了嗎 你這個壞男人